蔡英文跟蘇貞昌之間 會有這麼好的默契 可以演出這樣子的一個劇本嗎 這是大家的問號 因為從歷史上面來看 他們基本上可以用一句成語叫做 不是冤家不聚頭來形容他 過去以來蘇蔡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次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包括了前總統陳水扁也爆料說 在他當總統的時候 任命蘇貞昌組閣 結果蔡英文是他的副院長 他說行政院長蘇貞昌兩度入府 要求換掉副院長蔡英文 就是蘇貞昌對蔡英文非常的感冒 到總統府來拜託陳水扁 把蔡英文給換掉 顯然蔡英文要當蘇貞昌的副手 這可能是陳水扁安排的 接下來在2010年的五都選舉的時候 當時蔡英文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他本來的規劃 黨主席破壞整個選戰的規劃 是要蘇貞昌去選新北 然後可能是他自己選台北 或是由其他人來選 但是蘇貞昌不願意再回國選新北 結果跑去保安宮發誓說 他要選台北市市長 於是搶先一步 宣布說他要選台北市市長 那他只好自己去選新北 那一年2010年的選舉 當然台北市也沒拿下來 新北市也沒拿下來 那在2011年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蔡英文已經得到了參選總統的門票 要選2012年那一局 他拜會蘇貞昌 要跟他請義擔任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當然大家非常的禮貌性的說 要請他來幫忙選舉 不過在這場公開的會談 全程公開的會談 蘇貞昌並沒有給蔡英文好臉色 當著媒體的面 九度逼問蔡英文說 那你要給我什麼最重要的角色 你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蔡英文沒答 所以這個問題問了9次 結果我們看到後來 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 真的新北市找不到人 所以陳菊拜訪了蘇貞昌 勸禁他去選新北市長 其實對蘇貞昌來講非常為難的是 他在保安宮面前曾經發誓說 他再也不回來選了 結果必須違背對神明的啟示 最後同意接受蔡英文的徵召 而這場選舉是打得非常的辛苦 在選前的時候 蔡英文幫蘇貞昌站台的時候 還特別深情靠白的說 蘇院長以前是我的老長官 不過有一件事情要說 我是常常有不同意見的副手 不過那段時間從院長身上學到很多 的確他的不同意見 讓蘇貞昌夥得都兩度 進總統府去要求陳隨便 把他換掉了 這件事情的確是對照得起來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蘇貞昌終於同意組閣 不過這前面還是有一個波折 因為蘇貞昌要組閣這件事情 其實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傳出來了 傳遍了政壇 每個人都認為這件事情是已經確定了 賴欣德要下來 蘇貞昌要上去 但是在去年年底跟媒體的年終查會當中 媒體就問蔡英文說 是不是蘇貞昌要組閣了 蔡英文說我都沒有徵詢 怎麼會有他同意的問題 打臉了所有人 而且這件事情是在政壇 已經傳了將近一個月的消息 蔡英文出來說沒有這件事 11天之後 今天蔡英文召開記者會 宣布蘇貞昌要接棒格奎 這段期間 蘇貞昌真的應該是洗三溫暖 一下子這樣 一下子那樣 他應該滿乾乾 我覺得總統這邊還滿有誠意的 當然 非常有感覺 民進黨新北市長人選 終於塵埃落定 蘇貞昌和蔡英文閉門會議 會後露臉 笑呵呵 似乎談到心坎梨 但2010年取下的諾言 卻賞了自己一巴掌 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濃落 但我不會全力敗出 你知道這件事情是誰 幫他第一個鋪出來的嗎 就是前總統陳水扁 其實蘇貞昌在廟前發誓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的對手 都還沒有發現之前 阿扁在他的勇哥物語 就把時間點跟地點 全盤的寫出來 這也讓蘇貞昌很明顯的 有心驚到說 原來他最大恐怖的敵人 不是對手 而是在黨內 蘇貞昌 陳姓 藍綠各界都有為詞 當年大動作對著神明發誓 再加碼宣布選台北市長 也讓他和蔡英文的心結 撲上台面 打亂了整個蔡英文的佈局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黨主席 然後也讓他非常非常的錯愕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絕對 非常非常不祥 她也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也完全沒有那個意願 去選新北市長 當年民進黨想來一場雙城其矛 沒想到還沒達成最終共識 蘇貞昌先斬後奏 打亂黨內佈局 也讓國民黨作收漁翁之力 當年的蘇貞昌 他的搶入台北市 但是對台北市來講 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反倒是有意無海 因為如果當時是 蔡英文出來的話 那麼蔡英文 她在台北市的票數 我認為應該會比索文昌高 就是說不會輸到17萬 雙北插旗失利 蘇貞兩人戰火 又延續到了2012大選 我願意做一切 所以主席 您就說吧 要派什麼工作 主席直接派了就不用商量了 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雖然蘇貞昌整場都是笑咪咪的 可是她非常非常的 給蔡英文一個下馬威 包括她連續5次 一直問蔡英文講說 你到底要給我什麼樣子的職位 我到底能夠做什麼 你就直接講不要客套 你就要叫我做什麼 你要給我什麼樣子的位子 從那個鏡頭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非常的感覺左之右處 完全是毫無招架之力 蘇貞昌布下鴻門宴 原本閉門會議突然全程開放 讓蔡英文在媒體面前 成了不斷跳針的大陸基 蘇貞昌一直有個總統夢 她一直想要做總統這樣 可是當時的整個氛圍是 就是譬如說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 可以率領民進黨谷底翻身的 這個氛圍是比較大的 後來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出現了所謂的蔡媽媽世界 是蔡英文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蔡 然後如果是蘇貞昌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馬 然後許姓良對上馬英九 你也講馬 蘇貞昌重劍落馬 當不成主子還得聽命於世 兩人關係跌到谷底 2014 2016 民進黨勢如破竹 但民調氣勢似乎延續不到2018 懸戰危機 蔡英文不得不先放下私人恩怨 祭出蘇貞昌這一盤棋 他最主要就是要把國民黨的重兵 全部都逼到北部來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林家龍 不只是台中林家龍有危險 甚至擴及到中南部 民進黨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 他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到 連朱立倫甚至侯友宜本人 都有餘力可以跨過新北市 跑到中南部去浮選去站台 然後令台中也調 新北也調 台北又沒辦法贏過柯文哲 所以到時候民進黨將會六都 只剩三都 黨主席蔡英文要下台 蔡英文放下糾葛 找來蘇貞昌助政新北市 為求自保必是原因之一 因為2018就算只丟了一都 都可能影響黨主席的位置 甚至阻斷2020連任之路 蔡蘇兩人各有盤算 多年糾葛如同八點檔 也驗證了政壇上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我們準行政院長蘇貞昌 來幫蘇院長來為大家說話 蔡總統 賴院長 陳秘書長 劉副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 國人同胞 這是關鍵的時刻 這是艱鉅的任務 總統在選後多次和我對談政局 我一再希望能夠用盡全力留住賴院長 繼續言有的證據 但賴院長基於責任政治的理念 認為他在時間到就要堅定地離開 我們雖然萬般不捨 但也只有尊重 大院長在過去的時間 為國家 為人民 在總統的領導下 做非常亮麗的成績 和辛苦的努力 我由衷地感佩 同時也要特別地表示 往後各方面都會繼續 來做各種讓更好成績顯現的努力 我看賴院長在今天 總辭的記者會上告訴閣員們的話 我想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 我們在電話中 我都可以感受到賴院長 努力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他有放下沉重擔子的 舒一口氣 我卻要挑起這個重擔 所以此後賴院長 楚江湖之源 拨弄陀華 煮酒看野花的快意食 不要忘記居廟堂之高 有扛著重擔的兄弟 摸著頭皮 絞進腦汁 希望做出成績 也希望能夠 不要忘記 我們斬馬論韜類的好情 要一起 我們在蔡總統領導下 來做各方面的努力 德諾貝爾文學獎的丘吉爾首相說 勝利並非終點 失敗也非末日 在二戰最艱鉅的時刻 他得到國王權力的支持 在外有強敵 內有政敵 政敵的情形下 帶領英國度過最黑暗的時刻 贏得勝利 在戰後 他以高齡二度出任首相 得女王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為英國服務 為人民做出亮麗的成績 我謝謝蔡總統給我這個機會 和信任與支持 這個時候 我會帶著團隊開始 捲取袖子 回應民意 接上第七 我一定要讓我們這個團隊 對台灣人民的責任 對一輩子來所堅持的信念 做出成績 希望我們團隊在蔡總統領導下 能夠繼續民權院長 賴清德院長所做的努力 繼續前進 雖然有下車上車 但我們會堅持走得更順利 讓乘客更滿意 讓我們就一起努力 希望大家給我們支持 謝謝大家